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从word文档和txt文本中读取文本 然后转化成语音 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 这节课我们介绍从pdf文件读取文本并转化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pt 我们这节课主要介绍小白听书的一点点改进 这是两次改进 这次是从pdf文件中加载文件并转化为语音 那么这个pdf文件实际上 python对pdf解析支持的不是那么尽容人意 支持的没有这个word的那么好 这个pdf文件它感觉就像编码的话可能有一点怪异 中文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好 我们看一下python访问pdf文件实际上是有另外的方法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这个pypdf2扩展包 这个扩展包呢 爱能看当中也没有包含 这是个比较悲哀的事情 我们还得自己装 不过好在它比较好装 然后它支持读取创建合并旋转pdf等操作 这个功能还是可以的 它英文支持呢不错 当然中文支持是有问题的 这个尝试过好多次 它都是没法读取中文 抽取不出来文字 所以这个 大家如果是想用它来读取pdf中的中文的话呢 是有问题的 但是英文是没问题的 好在我们现在流行的小说一般都不是pdf格式的 都是文本的 所以呢 读小说的话还是不耽误的 可以通过文本去读取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用这个windows下的一个acrobite 把这个pdf可以导出为word 但是我也尝试过导出来的时候呢 有很多文字啊 它导出来的时候 呃排版呢 还有这个字体啊 都会有一些问题 并且它有的时候会丢失一些文字 呃 除非是那种矢量的pdf 导出来就是一种非常好的word文本 所以在这个word和pdf之间呢 还是有一些天然的这个生殖隔离的 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pdf2 这个扩展包呢 直接就pip install 直接就装就可以了 呃也不用去下缘码了 嗯 直接安装非常快 然后这个pdf2 读取pdf文件 就几个步骤 打开这个pdf文件 呃要列为止读的 就是rb 呃千万别用这个 呃 w加或者是a加这种 它有可能会 呃损坏原有的这个pdf文件 所以还是止读比较好 然后呢 创建一个reader 就是读取 如果你真的要是创建pdf文件的话 你就用这个写的模式打开 然后创建一个writer 呃 然后呢 就读取这个pdf文件的这个页数 然后循环每一页读取文字 呃这个操作呢还是不难的 好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pdf2读取pdf文件 pypdf2读取pdf文件 呃先从安装开始 我们原来也没装过 呃之前用过一段时间 然后呢 嗯 这个其实我是已经 呃前两天测试的时候是装好了的 那么今天再装一遍pdf2 嗯应该会提示我已经装完了 嗯 ok already set is fine 就是已经满足了 然后呢 实际上大家装的时候是b啦b啦一堆 然后 最后会提示你说安装成功 这就可以了 然后他这个呃读取文件呢 我在这个工程下面准备了 呃几个文件 呃第一个是这个测试想外听书 基于python和百度语音 那么这是一个中英文混合的文件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纯英文的文件 好 第三个是这两个都是从这个word转化而来的 可以直接右键转化为pdf 那么第三个是我自己从这个空白pdf创建的 也是中文的 然后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文件的这个结果 额外再开一个吧 使用这个啊 pypdf2是是蛮简单的 这个大家写要注意啊 不能这样随意的写 从我们这个之前这个测试看一下 这个大家写是敏感的 pypdf2导入之后 然后我们要打开一个这个啊pdf文件 那么从这直接copy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 首先我们打开第一个01啊 这个路径要加上双斜杠啊 这个不说了 然后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open 就相当于我们打开一个这只文件一样 然后呢 你要对它进行这个pdf的这个读取操作的话呢 要用这个pypdf2这个包创建一个这个reader 然后把你读取这个二进制的这个文件传递给它 好传完之后呢 实际上这个pdfreader才是我们真正能操作的这个ptf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ptf中有多少页 那么直接去访问它的这个number pages属性啊 一页 打开看一下 就只有这就是一页 好关掉 那么如果是想访问里边的这个文字呢 那就是page object 然后选它的这个第一页就是page0 然后导出其中的这个文本 这个操作实际上是我们最关心的 我们这个pdf里边图片什么的都不管 导出文本 所以你看得到的就是这个也是unicode编码 但是这个只有python 然后后面是大恩请号 然后这就基本上是乱码了 所以这个是很忧伤的一件事情 测试小白听书 后面这些都没有读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换成 第二个文件 就是02pdf 纯英文的 看看这个读取结果 好这个向上键不太好使了 我们重新一横一横的 Cofigo来算了 这个reader重新创建了一遍 然后呢还是看它的页数 也是一页的 然后把这个page object 再看它的text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对英文的知识是非常好的 你看 I love Python Python is a great language 这就全读出来了 然后呢再试一下我们重新 呃从空白文件创建的那个也就是说 前两个是我从那个word文件直接转换上来的 那么我重新用这个acrobat的空白文件创建的这个 看看它是个什么样子 还是一样的创建一个reader给它 然后呃这个页数实际上你如果只有一页的话读不读都行 如果是很多页的话呢 那这边就要去循环读了 那就for i in range 然后pdf reader的number pages 然后这一行呢就pdf object等于pdf reader的get page 后边就不是零了 是i 是你那个循环迭代的那个变量 然后每一页再把这个字符串通通都导注出来 好 结果我们只有一页我们就不循环了 这个循环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一次就完事了 好 这个读出来呢 就如果全是那个中文的话 干脆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里的 所以这个这个包呢 对中文的支持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那不过呢 对中文对英文的这个访问呢 倒是挺完美的 啊这一行全部都读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只是测试一下英文吧 啊这个想听中文的这个pdf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么它呃格外的pdf包的话 还有一个 我这边要搜了一下 这个 呃pdf的话是 基本上就是已经不行了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pdfminer 那么这个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但是它提取文本的话是直接用一个脚本 就pdf to text 连py 提取文本内容 然后呢 这个是通过控制台的这个命令 所以我们在程序中想代用它的话 也是有可以的 你只有 我os的system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呢 尝试了这个pypdf2之后呢 结果又不是很理想 这个python解析pdf呢 还是没有特别特别好的 这个支持中文的这种扩展包 好 我们得知了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个打开文件里面 再给它完善一下 原来我们是在这边 Word和TXC都可以访问 那么我们再加一个 if 如果这个是.pdf 那么就要调用pdf的这个规则去除去了 最开始是 import pypdf2 完了之后是 object open open这个地方呢 open这个地方 open这个地方 从这儿都是这个filepath 然后rb还是不变的 创建reader这部分也不变 这个我们在空中台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好了 然后页数嘛 想打不打印都行 我把它打出来了 一共有这么多页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 我们一般 这回去不能读第0页了 filein range stop 然后这里是i 这跟我们在空中台不一样了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多页的pdf文件 然后每一个都打出来 打完了之后呢 这一页呢 就把它加上去 加到我们这个 呃 多好我们框中 但是这个加的有点着急了 首先应该是这个 打印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 它导出来的这个文本 扔到我们这个文本空中 那么这一页操作就做完了 啊 这个iOS这里实际上应该告诉你一个 格式不支持 好我们就支持这些三种格式 其他的我们就告诉你格式不支持 格式不支持的话 这边这个 呃 style sheet还是得改 不然完全看不见 这用了一个黑背景惹了这么多事 好 这回就搞定了 好 然后我们 扶取一下看看 打开 找pdf 找成英文的吧 中文的他也不支持 好 这边看 那转换 好 那我们看出来这个 实际上 嗯 百度这个语合成英文的话也是有点 稍微有点怪 没有中文那么完美 呃 有趣的同学可以试科大训飞的 效果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收费啊 所以这个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效果很好的服务呢 一般都是收费的 啊 像百度这种 其实效果也还可以了 作为免费的平台提供给大家 也算是业界良心了 啊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从pdf文件 读取这个 文本被找回语音 啊 非常遗憾 这个 呃 这个 他的这个中文支持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忘了这句 改完了这个 还得给他改回来 这真是坑爹呀 这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不过还好 这个还有办法 去先救活 不然的话 这边改完之后 就乱七八糟的 啊 如果你只想要的 有灰背景的话 你可以不加这句 这句是把它恢复成黑色背景 啊 我们这句是 啊 这句是这个 灰的背景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 py脚本 他肯定就不支持了 不支持的话 报错 嗯 这边还报了另外一个错 vacun object is not call message box information self cell style sheet background color RGB 中共 information不支持的正恩格式 怪咱了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先 我先看看啊 这个是 从这边复制过来的 QMessageBox 排查这个错误 先用原样的 原样的输出完了之后 再看 我们的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属于节外生枝啊 悲催啊 好 整个就是不支持 我去找一个别的软件去 嗯 Information 这一句就是有问题 我们原来的这个Information怎么用的呢 嗯 嗯 原来这句就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 打开一个 I call object is not call 啊 这边肯定是有问题了 他妈 这个传的参数可能是不对的 我把原来的这个复制下来 这个肯定是有个站位的参数 我传错了 有这两行吧 这一堆 这个叫错误提示吧 错误提示 然后这边写 不支持的文件格式 好 再打开一下 随便找一个 没起发到的 OK 刚才那个肯定是传错了一个参数 这就不支持的文件格式 然后就恢复黑的了 好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收到这里了 扯得太远 PPT都找不见了 好 谢谢大家的听讲 再见